面对四年后的东京奥运 最近网络上发起 以台湾为民意参加的联署活动 以日本台一人协会之邀 来东京演讲的曹长青说 在目前日本安倍首相 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都对台友好的状况下 台湾应该加紧脚步争取证明 将台湾列为代表队的名称之中 日本朋友要支持台湾 在2020东京奥运 支持台湾代表队 用台湾的名字入场 用台湾的名字加入奥运会 奥林匹克 让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加入 那台湾就可以踏出一步 这一百年这五十年间 有那么多会在成立 那台湾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有信息 著名的中国异议人士曹长青 流亡美国26年 常年在媒体上对台湾震惊发表看法 这次来到日本发表演说 对日本明治维新提出不同的解读 他认为当时脱中的做法 值得现在台湾学习 而脱中之后应该走向英美的民主 尊重个体的社会制度 就是脱亚入口 他提出叫断交论 要跟中国断交 那时候还没有中国叫清朝 要跟清朝断交 跟中国儒家文化断交 跟中国的思想体系断交 跟中国那些佛教和尚们 那骗人的和尚们断交 要求提出来日本的总要现代化 要强调科学 要强调开放 脱离亚洲 脱离中国 进入欧洲 欧洲被认为是当时的思想文明 说这样一个这个思想 才奠定了当时明智维新的成功 但是明智维新也带来了问题 他前两个字是正确的 说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 在脱离亚洲文化 脱离中国儒家文化上 非常正确 但是寻找西方文明上 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 没有找另外两国家 就是英国和美国 英国和美国 我在美国住了28年 了解到真正代表世界的文明是英国和美国 为什么 就是英国和美国强调的不是群体主义 不是国家主义 不是民主主义 而是个人主义 英文 中文反正个人主义不太好 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 就个人的权力非常重要 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 对蔡英文总统对两岸目前维持现状的做法 曹长青也不认同 他认为蔡总统应该勇敢跨出去 就如之前出访签名 President of Taiwan一样 不用惧怕中国打压 往前进 让国际知道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那今天蔡英文当了总统之后 去了巴拿马 然后他签名是 President of Taiwan 没有写中华民国 没有写Republic of China 用的是台湾的总统 英文的 中国抗议了吗 中国表态了吗 什么都没有 中国对巴拿马 台湾总统到了巴拿马的一动一进 全部都了解 没有反应 虽然因为国内震惊情况 欠拔弩张 蔡总统民调下滑 日本台湾侨胞都为蔡总统感到委屈 不过曹长青认为 选民以过半数的选票做后盾 蔡英文总统就应该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能因为利益纠葛而暂缓步伐 就像他在国内电视台 谈了30多天的赵丰银行案 越深入就越了解涉案层级之高之广 不果断处理 只会让人民失去信任 包括最新的民调 蔡英文的不满意度已经高于了满意度 林权的满意度低于30% 已经相当严重的民众的不满 那今天我们看看另外一方面 台湾的立法院 有68名绿营的立委 做得很优秀 很出色 为什么赵丰银行 他此时的不办理 查不出来 就是很可能赵丰银行 就是帮助国民党洗钱 藏钱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因为赵丰银行是台湾国家主要的外国银行 现场的侨民问对大陆的文工武和台湾人应该如何面对 曹长青也说 在海外的台湾人正该迈出一步 为国家争取尊严 2020年的冬奥 许多日本友人都支持以台湾名义参加的联署 在日台湾侨胞更应该带动身边的日本亲友加入联署 不管多少人 多小的地方 有活动就是力量 积少成多 让台湾在2020年的奥运被世间看见 我在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事业有成 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 那我们就有一天我们都要老那一天 回首往事 我是不是在我的国家危难之际 一个转型的机会 我做了一份贡献 又做了一份努力 努力大小我做了 就是最迫切的我觉得是 在日本的台湾朋友 就是要促成四年后这个冬奥运 因为你就在日本 而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日本 在各个地方成立这个2020 后台湾这个草割装成 日本人成立 台湾人自己也成立 成立十个 二十个 五十个 一百个 成立多了在联署会议 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作为在日本的台湾人的 一个历史的使命 叹拜 台湾加油 台湾新闻东京报道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